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够体贴 有时我只顾自己想要什么 没有注意到我怎么对待别人 我得到一个结论 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 恐怕是在传道人身上 他们的个人野心太大 我见过许许多多侍奉有果效的传道人 但他们的动机却是个人的野心 他们想为自己建造事工 打响自己的名声 留下成功的记录 这不是侍奉基督的正确动机 使徒保罗说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保罗对尚未信靠耶稣的人一直有负担 他的动机都是希望他们能够得着救恩 进入永远的荣耀 我想告诉你们 如果我们也抱着相同的动机 将来 我们到了天上 如果神施恩给我们 我们的一大喜乐将是 看见因我们而信主的人 在那里享受永恒荣耀的救恩 我觉得这个动机就够了 我知道在座有些人 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好 尚未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 我想给大家成功的新定义 成功不是为自己打响名声 不是牧养大教会 不是带领大事工等等 成功是完成神对你人生的旨意 这很难做到 很困难 我遇过很多没有安全感的传道人 其实我觉得基督教的传道人 非常没有安全感 我分析自己和别人的经验 我相信原因出在 他们的安全感来自成功 如果不成功 就没有安全感 基督徒的安全感 不该依据这个 安全感 只有一个真正的依据 神是我的父 我是他的孩子 他爱我 我也爱他 我在别人 甚至我自己眼中 是成功或失败 这是次要的事 我要劝各位 仔细想一想 你安全感的依据 是什么 如果你的安全感来自成功 一旦不成功 就没有安全感 基督教传道人 很多是这样子 我们当然都想要成功 这渴望是神放进来的 但成功 就是完成神 对你人生的旨意 保罗在罗马书一章 祷告说 希望能够照神的旨意 得平坦的道路往罗马去 我们知道使徒的祷告 神都会应允 但你如果研究 保罗去罗马的旅程 凡是心思属肉体的人 都不会说这叫成功 保罗是带锁链去的囚犯 换了好几艘船 第二艘船 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出航 完全不听保罗的中故 后来遇到强烈的暴风雨 整整十四天 见不到日月星辰 他们已经失去 生还的希望 后来有天使 向保罗显现说 没关系 你们会得救的 神已经把与你同船的人 都赐给你了 总共有两百七十六人 你心想 现在没事了 后来他们到了马尔他岛 上了岸 因为天冷就开始生活 我很敬佩保罗 他没有摆出使徒的架子来 发号施令 他也出去拾柴 然后呢 结果怎样 有毒蛇咬住他的手 当地土人看了就说 这人必是个凶手 虽然从海里救上来 天里还不容他活着 他们就等着看他的伤口肿胀 毒发死亡 但等了好久 保罗都没死 于是他们说他一定是神 但通常你不会说这种旅程 是顺利又成功的 为什么说是顺利吗 因为神的旨意在当中成就了 想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否成功 唯一的评断标准就是 有没有完成神的旨意 现在我要谈几个想法 我相信可以帮助需要得医治的人 得到医治 首先我要清楚告诉各位 我没有能力医治你 只有神能够医治你 但我想帮助你除去不切实际的希望 带领你跟神建立关系 与信徒亲近 使你预备好去领受 唯有神能给的医治 我要读一节经文 撒末尔记上十七章四十节 记载大卫对抗哥利亚 这节经文给我很深的感触 这里在讲大卫 他手中拿杖 又在西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 放在袋里 就是牧人袋的囊里 手中拿着甩石的鸡弦 就去迎那非力士人 我常常在想这五块光滑的石子 我把大卫看作耶稣的御表 他为什么要用光滑的石子 因为只有光滑的石子才飞得准 石子不光滑 方向就飞不准 为什么去西里找 因为那里才能找到光滑的石子 石子怎么会光滑呢 两个原因 第一 有溪水流过石子 第二 石子会互相推挤 石子互相摩擦 他就会把粗糙的棱角磨掉 这正是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他打造我们适合服侍他 就像溪里的石子 但有两件事必须做到 第一 神话语的纯水和圣灵 必须流过我们身上 第二 我们必须和其他石子互相摩擦 这正是某些人的问题 你被推撞 身上有些棱角 被其他石子基督徒撞掉了 你要晓得 这都在神的计划中 不是出了差错 这是神的做法 你可以说 我受不了这些石子 他们很讨厌 我要出去 不跟这些石子在一起 但你如果出去 水就不能流过你身上 一旦离开 信徒交往的环境 就会很危险 圣经说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就会发生两件事 第一 我们会彼此相交 第二 耶稣基督的血 会不断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条件在于 有没有在光明中行 在光明中行的第一个结果 就是彼此相交 第二个结果是 耶稣的血会不断洗净我们 这节经文中所用的动词 都是现在进行式 如果我们持续在光明中行 就持续彼此相交 耶稣的血持续洁净我们 但是 我们脱离信徒相交 就脱离了光明 脱离了光明 耶稣的血就不能洁净我们